何卓嘉再战张本美和 能否重演打哭之戏码 在国际乒乓球的赛场上 每一个关键的球 都是力量的体现和意志的碰撞 尤其是当面对中国优秀运动员 何卓嘉和日本新生代天才张本美和时 其激战场面总是让人心跳加速 即将再次在比赛场上交锋的两位 会擦出怎样的火花 近期国拼黄金赔练何卓嘉的比赛 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他在法兰克福冠军赛中的出色表现 成功晋级女单八强 尤其在与郑一静的比赛中 以3比0绝对优势获胜 更彰显了他的实力 这背后不仅仅是技巧的运用 更是心理素质的考验 他对自己的表现保持冷静 只给予了6分的评价 并直言自己还需做好充分的准备 而接下来他将要面对的 便是备受瞩目的对阵张本美和的比赛 不得不提的是张本美和的出色表现 这位年轻的日本选手 已证明自己在乒乓球界中的实力和潜力 然而在之前的比赛中 何卓嘉以同样的3比0大比分 战胜了张本美和 这一胜利不仅是对技术的肯定 更是对心理和战术布局的完美运用 这场胜利后 张本美和的眼泪 似乎也成为了对这一实力的最好注解 但为何卓嘉而言 面对这样的对手 是否会再次打出同样的结果呢 首先 何卓嘉在过去的比赛中 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他深知在面对同样对手时 如何调整自己的状态和策略 而这次比赛 不仅是对他技术的考验 更是对他心态的考验 他坦言 自己需要做好自己 以平常心对待每一次比赛 在赛场上 每一分都充满了悬念与可能 究竟是何卓嘉再次获得胜利 还是张本美和成功反弹 这一切都将在接下来的比赛中揭晓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感谢您的观看